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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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很快就能恢复健康 在这个时候 一般的西医都是注重 种种的治疗 种种的药物 这些固能有它好的一面 但它也有负面的一面 试药三分毒 再加上各种物诊的 据说比例都很高 所以世间的医疗 都有种种的这种不足 如果有坚定的信心 纯净的信心 来念这句名号 它对我们身体的康复 有绝对的好处 所以只要它能念 初点是没有关系 也不会伤到什么大气 它只要念得相应了 这句名号的万德红明 就会给它补很多的气了 亲疏朋友连友 帮助他提起正念 帮助他注念就好 好 病人由于疾病 这么很难长时间 坚持正念 家属全家学佛 但多时间不长 应当如何帮助开导 病人现在每天坚持念佛 但时而昏沉 时而打望一下 好的日子可念五万声 也想念下百万佛号 但身体确服很吃力 恭请慈悲开寿 家属在旁边注念 开导 一定要根据他当时的心理状况 思想的波动 来给予恰到好处 能够应激的开导 如果他这时候 比较贪恋世间的东西 什么事情都放不下的时候 又是儿子 孙子 这个事情 你得要开导 一方面把他心理上的 那些没有完成的事情 尽快跟他 然后也得让他告诉 这些请他放心 现在唯有能帮助我们的 就是佛号 世间一切都是梦幻抛影 把他的贪恋心 害怕的心 牵挂的心 把他劝他放下 一般总的开导是 总的一个原则 因为念佛包含着两方面 不仅包含着 他灵命中时往生的这一点 他也包含着 你的寿命没有到 也能够蒙这句名号的持念 能够让我们身体康复 所以命述未到 念佛令我们康复 令病人康复 命述已到 随佛号 随阿弥陀佛往生 他包含这两种意思 这是总的开始的一个内容 然后根据他具体的现实情况 给他一些放下万元 单体一念的这样的效果 这个昏尘也没有关系 昏尘的时候你还是帮他助念 如果没有人可以跟他开念佛机 打妄想也没关系 打妄想只要他能够咬住这句佛号 妄想也慢慢地就会消失 好 请看下面 我生病十多年 发病时情绪不受控制 医院查不出病因 但我一心念佛 发愿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能如愿佛 你只要自身发愿 求生净土 一定能如愿的 若已愿 若已生 若经愿 若精神 若当愿 若当生 有愿皆满 往生西方净土 不是很难的 它是非常容易的 容易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阿弥陀佛太慈悲了 只要我们怨气 阿弥陀佛都会来接应我们去 所以要知道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极为容易 而下一辈子想保持人生 却很难 所以应光大师在文超再三讲的句话 要我们自称恳切求往生 有的人想下辈子求人生 要知道下辈子得人生 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难 为什么 你保持人生是要靠你持戒的低调 你持五戒怎么样 你五戒没有持到 你人生没有分 但往生这种事情 虽然利益极大 但是他反而容易 为什么 靠佛力 他能够待业往生 按你的自因自国 要下三恶道的人 但能够信愿持民 就能够横超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所以这个世间 我们不要怕疾病 这个世间的疾病将会越来越多了 这是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恶业 我们的供业所感 你看整个的这种生活节奏这么快 压力这么大 焦虑感这么深重 每天都睡不着觉 再加上空气问题 环境问题 各种天灾 瘟疫 病菌等等问题 你说现在人 生病的人数越来越多 而且生得多些 很奇奇怪怪的病 并且是一些绝症 所以这个世间众生很苦 但我们要认知到 生病的当下 有一个不病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的佛性 不生不灭的 那个实相 我们要注重这个 我们要趋向于这个 来超越在生命苦海当中的 这个疾病 所以在这个八苦交间里面 这个疾病也能够成就我们的厌力心 成就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的神往之心 请问在家居士破五戒 夫又忏悔 命中往生 能否超越 下品终身 你可千万不要抱这个侥幸的心理 在家居士 你既能受了五戒 你一定要认真的去受戒 去持戒 这按英国的法则来看 你破五戒 那是要下地狱的 这是不通忏悔的 叫断头罪 所以我们学佛人 首先要在因果的层面 高度重视我们所求的五戒 宁可守戒而死 不能破戒而生 你这么泛泛悠悠 这么草率 你受到戒就给破戒了 那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你当下连助人的资格都没有了 你何况去学佛 去超越 所以这一方面 我们一定要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 那么我们讲观金的下品终身 那种破戒的众生 能够往生 这是站在阿弥陀佛极为慈悲的角度 来加以展示的 这是表达阿弥陀佛深重的慈悲 还给破戒要下地狱的人 开了一线深怒 这是在藏东别山教里面是开不了的 唯有这个禁度不可思议的原则法门开的这件事 这是要感激佛恩 你可千万不要用这个经文来为自己 我受戒我就可以破戒 破戒也没有关系 做一个辩护 那是不可以的 不能抱这个侥幸的心 所以这个 你只要破戒 往往破戒的人 他的烦恼非常的深重 于是信心上 信心的智慧和愿力的恳切方面 都会由于他破戒的这个烦恼而减弱 所以我们这个敬业行人 一定要有慈戒意识 敬业三福里面的就谈这一点 我们今生能够相信净土法门 也跟我们叙事的持戒的善根 是有紧密的关系 于是我们的信愿的坚固 以及往生的品位 也跟我们持戒的功夫的前身相关 所以从佛的射受的层面来看 这个破戒的人 能够以深重的忏悔心见佛 可以往生 但是从我们学佛的通途的来看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持戒 这个立足点根据地保持下来 这两者不可以混淆 好 请看下面 请问人无我是何意思 法无我又是何意思 人无我就是我执吗 我贱吗 这是讲的八诗里面 阿赖耶诗是第八诗 第七诗是摩纳诗 摩纳诗里面 他就执着阿赖耶的见分 为我 执着这个眼耳鼻舌身意 这前六诗为我所用 就是他的相分 一个见分 一个相分 我们每个有情诗的都有这个第七诗 所以每个人都有巨生我之 一出生下来就有这个我之 就执着这个我 我的真实性 这个我就导致身见 我的身体是客观的 我的身体的感受是真实的 于是我一定要掠夺更多的 为我所用 就是我所有 他的名 利益 物质享受等等这些 所以这个我就是我们一切烦恼的根源 是轮转三界六道的根源 也是遮蔽了我们的佛性 我们智慧的一个重大的障碍 所以修行怎么办呢 首先要破这个我之 这就是经刚才讲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破我之 就是破贱或失货 人无我 就是我之破贱 就正到了阿罗汉国 这个法治 就是虽然认为这个武运里面 这个没有一个主宰性 但是他认为这个武运还是 这个法还存在 所以这个正到阿罗汉国的人 他还有一个法治的存在 那进一步的清断 成杀祸 无名祸 那个变异生死 这个阿罗汉有见识祸的是 叫分断生死 人无我 我之断尽 出分断生死 但是他执着一个法的存在 那就成为变异生死 变异生死 把这个法治全都断尽 那就成佛了 这就是人法二空 这些在法相为事上 都说得很详细 好 请看下面 一切万法不离自信 与一切法无自信 这里的两个自信相同吗 这个自信的理解 你要看上下文的文尽 怎么去 上下文的文尽 就能了解这个相同的概念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像这个心 出现这个心这个概念的时候 你很难说它是哪一个意思 你一定要看它怎么表述 有时候它是表达肉团心 有时候表达六成圆影的攀缘心 有的表达那种真如本觉妙明之心 那你这三个心的意思 到底是哪个意思 要看它的上下文尽 那么一般我们说 一切万法不离自信 就是外部的一切万法 都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 一切法由心向神 这是有时候是从诗里面变现出来的 但诗里面又是从真如自信 一念无明妄动显现出来的 全体的心意是当下 它也是不生不灭的自信 所以最终万法是建立在 我们的私信的基础上 有时候就称为私信 因为还是由阿纳耶诗 由巴斯变现出来的 但诗的本体也是它的自信 不生不灭的自信 有时候就净确表达 是一个私信的概念 那有时候谈到一切法无自信 一切法无自信是谈什么 是谈一切法当体本空 它没有一个客观的东西 无论你说任何一个外部环境的一种器物 包括这张桌子这一法 它是没有客观性的 但我们一般繁复的观念 认为这是一张桌子 它有客观性 它占有的一个体积 它有坚硬性 它也怎么 这种幻想上的假有 它是有的 但你它本体来看 它是空的 第一空是它自信本空 就是你有这叫体空 有这叫西空 你分析 从分析的角度 我们科学讲分析 你分析你的桌子 桌子它是一个物质 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 原子是由电子构成的 电子是由质子构成的 质子是由最后 就是中微质 夸克就是最基本粒子 基本粒子再分析到最后 它就是二向性 一个是粒子 一个是波动 物质的基本粒子的二种性 最终就是一个波动 是一个波动 它就是一个能量 它的能量 既然是个能量 你就不能说它是一个客观的 一个实体型的东西 你就通过现代前卫科学 通过一个具体的分析 也知道这个桌子是空的 那从原起性空的角度来看 这张桌子 它本身原来是没有的 不是它原来具有的 它是通过设计师 设计一个图纸 再通过一些木材 通过工匠 种种的因缘把它聚合的 好 那么中观特别谈到 只要一些条件 因缘合成的 它就是空的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为空 它不是原来 不是本体就有的 是各种因缘凑成来的 所以它从这个意义上 它就是空 但是 一名为假名 一名中道义 但是它从现象上假有来看 你不能否定它 它有个现象上的假有 但是这个假有 是它的原生法 当体是它本性是空的 这叫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 你能把这个空有波尔把握 这就是中道之一 大胜佛法 观照万法的一个基本的那种解释框架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切法无自信 那一切法都是空的 毕竟空无所有 一切 如梦如患 如抛如瘾 这样我们就会建立 波尔智慧的一种洒脱 但是这个空里面 也是自然建立 因果的法则的 因果的法则 包括我们行菩萨道 建立众生广多六度万恨 它这样的一个原生法 就能够开发我们奴来藏的藏性 所以要从真空里面 要显出它的妙有 真空妙有的不二 圆龙才是大胜佛法的了意 好 请问极乐世界是物质世界 还是心灵世界 可能我们学哲学 往往它就把它分成一个二分法 或者是为物 或者是为心 但实际上这个物和心 它是不能分离的 世界上没有什么 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科学世界 一切科学世界都跟我们的心有关系的 我们这个起心论讲的 世界上的世界 万物都是由我们的念头所建立的 这个念头就是我们的心 离开念头就没有外物 这是大胜佛法的一个究竟的了意 于是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怎么去认知它 你都不能说或者是围物 或者是物质 或者是心灵 你说它是物质吧 但是它确实是阿弥陀佛 从它的实相心里面流现出来的东西 当体就是它的佛心 佛心从本地上是空的 但是现象上表现它的油 但你说仅仅是个心灵现象吧 那也不能这样说 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妙游 有它的真实性 它的香还真有香气 它的珍宝还能派上种种用场 还能建种种宫殿 还有七重南序七重罗网 种种宫殿 种种乐器 种种宝床 从这意义上来说 它又有一个物 但这个物是从心变现出来的 这是心无不耳的 由心回转的 是这么一个妙不可言的世界 所以要从事项上一定要认知 西方极乐世界绝对存在 它不是一个仅仅是心灵的 这种不可琢磨的虚无缥缈的 这样的世界 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海事圣龙 它有它的客观存在性 同时这种客观存在性 也是阿弥陀佛的心变现出来的 换句话来说 也是我们一切众生的心性里面 是包裹掉的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距离我们这世界 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 这是我们凡夫的生命心 去看待这个空间的概念 但从我们凡夫当下一念的 自信清正心来看 西方极乐世界就在我们的心内 不在我们的心外 所以它是在我们的虚妄性 心意识之外 同时它在我们的真心之内 是这么一个世界 一个人的饭量大 就是妄想多吗 也长重吗 也不能绝对这么说 一般我们说这个人饭量大 消耗能量大 就好像这个机器耗油很多 耗油很多肯定机器就粗糙一点了 那么这是机器质量比较粗糙 它可能 在人体 人体也是个机器 它有时候耗饭量大 耗能量大 也确实跟它妄念想法多一点有关系 我们都也能够体会体会 如果今天坐在念佛状态 这个就不显得饿 甚至过五不时也没有关系 如果今天这个是有很多事 而且生烦恼 生气 就觉得肚子很饿 你一定要吃三顿 吃了三顿觉得还顾顾脚 由于你的烦恼 消耗的很多能量 但是这个事情也不一定 也跟他前世的这个情况是有关系 也许他精神修行比较好 他前世从饭量大的那种 比如他是从猪里面过来的 从大象里面转过来的 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个正当阿罗汉国的比丘 他的饭量就极大 极大你不能说他精神烦恼 这种妄念多 因为他是从大象里面转过来的 他就是那么大饭量 一般的写的都解决不了他肚子问题 你看猪八戒 一到哪地 天饭 一下子他比唐僧吃的就更多了 好 我们来看看这里 如何体论到弥陀愿力 加持到了自信 得到了弥陀愿力的受用 好 你通过念佛 你对阿弥陀佛更有亲切感了 对西方净土更有信心了 内心比较欢喜了 烦恼比较薄了 原来碰到什么事能发脾气 而念佛通过念佛你能够心病气和的对待了 原来碰到什么事情就很着急 觉都睡不了 现在你念念佛很快就一句符号面念完 你就滑落了甜蜜的梦乡了 这些都是你得到了弥陀的加持 得到了受用 这种受用确实是每天都伴随着我们的 我们的一切行为造作 一切好的念头都有做阿弥陀佛的价值在里面 我们天天伴佛名 朝朝供佛起 处处成恩利 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是这么一个亲切的关系 所以你不要以为非得要放光动地 才算得到加持 你每天都在弥陀的加持当中 也就是说你每一身符号都有弥陀愿力加持 不仅是弥陀愿力的加持 而且有十方祝福的加持 阿弥陀经讲一些祝福属复念经 你只要读诵这部阿弥陀经 念阿弥陀佛名号 十方祝福都在复念加持 念佛法门成就佛道 请问读诵逐路金刚经 地藏菩萨本愿经等经典 以及持咒 与念佛号是否冲突 该如何安排送持 第二个问题 无意的杀生 堕胎邪淫的罪念 该如何忏除 念佛法门 你既能听闻到了 相信了 从他的效果上来看 应该一门生路 一门生路 我们读诵 就读诵净土五经 要礼拜就礼拜阿弥陀佛 要供养就供养西方三圣 要观想就观想西方极乐世界 一任庄严 口约要念佛号就念 南无阿弥陀佛 你这个深口意都能够 这样的专业去做 这样就会跟西方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的关系 就会变得很熟悉 那么很熟悉的 也就是我们阿弥陀佛 熏悉的种子 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极有因缘 极有这种亲和地 那么自然随着这种力量 我们就会法尔自然的 灵命忠实阿弥陀佛现前 西方极乐世界现前 就过去了 就往生了 所以从他的往生的效果来看 一定要一门深入 由此善道大师 特别强调专修 专修者万修万人去 如果杂修的话 那就很难说 但是如果你对其他的经典 有特殊的因缘 念念金刚经 地藏经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一定要把念金刚经 地藏经的功德进行回向 作为往生净土的质量 而且从这个亲和地来看 那你专念净土的经典 它会更好 更好我们是强调一般的原则 对特殊的人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念 也是可以念 回向就可以 这个杀业确实要有杀心 才构成杀心 还有做钱方便 有种种的条件 然后把对方的生命中断 这就构成了杀业的一个本罪 如果缺这几个条件当中的之一 都不能构成本罪 就构成等流罪 那么现在你看 你是不是无益呢 比如说堕胎 你去堕胎就不是无益了 你就是有益了 那邪淫的罪念 这也是 是你是有益的 如果不是对方的那种 暴力上的强迫 你只要是愿意了 你只要在这行为当中 有一念快乐的 这都 这就不是单方面的强迫了 就构成三方面的 那你就成了盈业的一个责任主体了 邪淫的责任主体了 这些如果是你受了五戒的话 从一般原理来算 是不通忏悔的 是忏悔不掉的 现在很多人以为 我只要我受到五戒了 到时候我犯了也没关系 我忏悔忏悔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不能 有的是可以忏悔 有的是不能忏悔的 所以为什么叫断头罪 你这个头都砍下来了 你能接得上吗 你能活吗 活不掉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只要受了戒 一定要有严格的持戒意识 实际上作为一个正人君子来看 这五条戒并不是很难持的 那你万一觉得有条戒 你很难持 你可以暂时不要去受 但实际上杀到淫妄四种罪 你即便不去受这个戒 你犯了仍然有本性上的罪孽 仍然要遭受这样的因果 只不过是你去求戒了 你再犯 又加了一种犯戒罪 所以 你就以大惭愧心 那就好好念佛吧 请问在家居士如何解决杀生问题 因为每天要为不念佛的人做饭 而他们又非要吃这些东西 我该如何解决 这个事情我们说杀生戒 正对的是杀人 监制杀其他的动物 但是杀其他的杀鸡杀鱼杀猪什么的 他不构成本罪 这倒是可以忏悔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万一没有办法做家庭主妇 要方便的话 你至少要做到一个什么呢 你不在家里杀神 你买现成的 三斤肉 五斤肉 还是可以做这种开源的 但你如果天天买活鱼 买活鸡就在家里宰 那你这个还是说不过去 因为农贸市场 那你都可以买到现成的冷冻的东西 不要清楚去杀就可以了 发心出家要准备什么事项 要准备你的信心 要准备你的忍耐的精神 忍怒的精神 耐得住寂寞的精神 还有要准备发一颗大菩提心 你有这些条件就可以了 个人要办好哪些事 要观参几年 你的寺院要了 这个能后寺院了的之后 年龄也不能太大 这个 再就是商下选择下 你到寺院住一住 出家不是很好出的 出家很艰苦的 可能有的人把出家非常理想化 那你看看一天都不干什么活 多多自认 他不知道出家 每天早上要起早 一年365天都是这个样子 没有娱乐活动 不能看电视 不能串聊 不能这样 不能那样 清规戒律很多 如果你都守不住 这种法上的信心和利益又得不到 那你住在寺院 那真是百无疗难了 度日如年了 所以出家这个道路 尽管是亲福 但亲福不是什么人都能想的 而且还不是什么福 他要做种种的事情 为常做做事 为佛教做事 而且不能去谈价 不能去天肥减少 常做要你干什么 这个我干不了 我要挑那个做那个做 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个要慎重 要慎重 按N等于MC平方的公式来说 物质即是巨大的能量 这种转变是否就是佛菩萨之大的能量 普通人能通过修电 转握这种职能的转变吗 阿易斯坦这个公司 它是解释了一种能量和物质的一种辩证关系 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基本粒子的波动性 波动就是一种能量 但这种能量怎么把它开发释放出来 它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这个物质是避锁了的能量 就是把能量避锁的状态 就是所谓的物质 那能量是什么 能量是释放了的物质 它本质上物质和能量是相同的 只不过是有的是在避锁状态 有的是在释放状态 那么这个公司是制造核弹头的一个 制造原子弹的一个理论依据的 原子弹就是用最小的原子 经过高速碰撞器那种原子跌变 原子跌变就释放了巨大的能量 那原子下面有中子有中微子 那么中子这个物质越小 释放的能量就更大 那么中子弹的威力又比原子弹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物质上的东西 它会用科技的方法把它释放出来 那么我们它还不等于佛菩萨能量 佛菩萨能量比它大的很多 它还是在心意识的范围当中 还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每个人的众生有勤食的 都有巨大的能量 也就是无尽的能量 也真的就有佛的能量 但佛的能量怎么开发呢 怎么释放出来呢 实际上八万世纪法门 都是跟我们讲 释放开发这种能量的方法 比如持戒 为什么要持戒 我们每一种贪贞吃慢衣的烦恼 杀到淫妄酒的行为 都在避锁这种能量 冻结这种能量 那么我们每一个持戒禅定 包括我们修布施 忍怒禅定 智慧这些 都是开发能量的方法 比如刚才讲空性 你能够照见主法的空性 心量很大 很广阔 很慈悲 你当下你 你的能量就出来了 般若是经理常常讲一句话 不做一些法 就做在般若上 你只要做在一法 外面一法 执作一法 你的拨远的能量出不来 你把一些法都不住 叫无住 你在无住的当下 拨远的能量 你看世间人 这个人比较充分比较智慧 往往他有洒脱的一面 他有这种慈悲的一面 那个对人斤斤计较 万事放不下 自知自立的人 这种人就越来越没有智慧 你从个现象的观察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有个重要的命题 我们常常讲知识就是力量 这句话是不能说是真理的 这是英国的哲学家培根说的 能而他却成了我们这个国家 大多数人奉行的东西 其实比知识更有能量的是什么 就是道德 道德就是力量 很多人他不注重道德 所以他就越来越没有智慧 心量越来越小 越来越残弱 包括他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 你这个知识如果没有道德 没有宗教作为他的一种指导的话 这种知识他就可以可能带来一种暴力的行为 培根这个人 他就是一个所谓的唯物主义者 他认为这个知识 为什么知识就是力量 他是西方的文化二分法 一定要认识自然 一定要改造自然 自然界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也用暴力的手段 把它取过来为我所用 他才强调知识 好 这道东西固然你用暴力的手段 从自然界扭取的为你所用的东西 但是反弹过来会怎么样 现代的生态问题 环境问题就不出来了 最终反弹过来给你的更难受 所以这种如果仅仅是科技为上 不讲究道德 那最终就是恶果 所以我们东方文化讲 顺从自然的就是吉祥的 违背自然的就是摘殃 这才是真理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佛法 学佛法就把我们的佛能 空能 慈悲的能量 把它显发出来 所以普通人怎么去修炼 靠佛法 换句话来说 你就靠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这一句名号 把它念熟 念得心外无佛 佛外无心 能念之心和数念之佛 打成一片的时候 那么好 得念佛三昧 我们的无量光 无量受尽就出来了 这时候才是无尽的能量 那能量到什么程度 那你看看无量受尽 这些西方极乐世界佛菩萨是什么能量 无量的化身到他方世界去 手掌出无量的精英财宝 供养诸佛念头一动就来了 心能转悟 既为如来 既同如来 你念头一动 什么都有了 那就是随心属欲了 那就得大自在了 你看看得大自在的境界 这就是佛的境界 就是佛能的表现 按照这种无量受尽的理念去修行 就能获得 佛祖说 只要一心向善 一心向佛 三岁出家不为小 八十出家不为老 为什么现在有些寺院 规定四十岁以上不能出家呢 确实佛教是能够以平等的胸怀对待出家问题 但是为什么又有一些规定 这个规定是有一些现实的一些原因的 第一出家是干什么 出家不仅仅是谈修行 不仅仅是谈了生事 出家生团是为助持法道而施设的 所以对出家众的要求比一般居士要求要高 他自己能不能发菩提心 他能不能具有赫旦如来家业的能力 这是要考量的 我们能够把一些现实在最优秀的人 能够吸引来出家来生团 这佛教才能希望发达 那么纵观我们这些年的一些情况 年老的出家往往出现什么情况 第一他烦恼袭击很重 智力都解决不了何况离他 第二很多还往往是推得休 想想推得休呢 儿女都不在了 干脆出家去吧 好了这个寺院成了养老院了 那对佛教都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们东西也是基本上是规定45岁 你到了半路出家40多岁 生团都不大欢迎的 到了中年出家都麻烦 更换老年出家 中年出家都有很多烦恼吸气 当然不是一概而认的 佛陀在世的时候 那个谢尊者那是八十岁出家 八十岁出家人家也很潮 你出什么家 坐禅也不能坐禅 学教也不能学教什么 但谢尊者他个特殊的人 他有特殊的善根 他就发了大怨 我就是一定要通宗教 一定要怎么 所以他三年都不睡觉 为什么叫他谢尊者 谢不出十 习 都不躺下来 所以三年通达经教 三年正到阿罗汉部 那是特殊的善根因缘 所以在这个 佛祖也没有说三岁出家不为小 这里就是自作聪明了 最起码要达到屈污的水平 叫屈污沙米 你三岁就出家 那不要找个保姆呢 哪有这个事 大殿上早晚课时 个别居士不随众 而自己只念一句阿弥陀佛 这样如法吗 居士如果在家里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专门制定一个简洁的功课 是可以的 如果在大殿里面 还是尽量跟随众念一念 大悲咒能言咒 但是一旦自己背不下来 也没有办法 你总比你瞪着眼睛 茫然好一点 那你心里就默认一句佛 你不要干扰到大家就可以了 这是个别情况 个别处理 净土是念佛往生成佛 密宗是现阶成佛 请问净土有不有现阶成佛 净土念佛什么时候成就呢 你要了解这个问题 你不能佛光掠影 其实你这个两个对净土和密宗 两个说法都有问题 净土 我们讲密宗是寄生成佛 实际上净土就是寄生成佛 何以故呢 你灵命中时 你是活着走的 当时你的神时不经过中阴身了 没有经过中阴身这个阶段了 马上随着阿弥陀佛的莲花 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莲花一出来就能够物证无声法人 很快得三种不退 很快成佛 你说你这个过程 从他的那个这个当下的死 就是当下的生 生和灭是同时的 这就叫闻成硬坏 你闻成硬坏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是寄生的 那么再看密宗 虽然有寄生成佛的说法 这个道理上是有的 但在这个世间上 在正果上 你能找出一个吗 你找不出一个 有人说这个佛佛 佛佛很多 但是他就是那种 那种我们常常讲的 福德智慧圆满的佛吗 他不是 他不会说 我上一辈子是修行人 我转了一世 我也继续修行 这就是所谓的佛佛 那么应光大师对这个问题 也常常讲 这个密宗的寄生成佛 和禅宗的明星见性 见性成佛 禅宗的那个见性成佛 他也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 福德智慧圆满的佛 他是所以开悟了 见到了法身 那个见到了法身 开悟的境界 在六集佛里面 他还属于明治集佛呀 离究竟集佛 还有四个阶段呢 那还远 所以密宗的很多讲 这个现身成佛 所以禅宗的这个水平 跟这个福德圆满的佛 那是相差太远 别说那个 你就是原教出著的菩萨 四十一个位置的最低一个位置 相当于能言经的观世音菩萨的水平 你到这个世界找找看 那原教出著位就能在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 视线八项成道 就能够一种音声说法 众生随类割得几 你用这个词字去看念一下 如果他没有这个水平 你怎么说他就成佛了 所以净土一法 什么时候成就 你当下就能成就 叫一念相应 你当下在一个自成念佛的当下 西方极乐世界 连花就标了你的名字 你不当下成就吗 所以大家可千万不要高推其他的法门 而看不起我们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可是非常原顿的法 你产生这些还是信心不够的表现 好 请看下面 弟子孩子出生时缺养 现在十三岁了 一直在机构里培训 不能在正常学校里学习 请问法师弟子要如何才能令他康复呢 弟子一直在组织本地的放生 诵经的功德都回向给他 不知还要如何做 才能令他早日康复 你这个缺氧 缺氧是什么症状 我也不是太清楚 为什么缺氧 是不是自己身体的某个器官 接纳外面的东西有些障碍 有些障碍可能就些裂障了 那你有些这方面的病 并不是一个陪点训 一个极客陪点训就能解决问题 你既然学佛还是要从佛法的角度 来从根本上解决涅障问题 那么还是念佛 跟你介绍这位阿切陀药 万病种治来消除涅障 念佛这个好像听过去 念佛能解决我的问题吗 你有这一念 就确实很难解决问题 因为缺乏信心 当你坚信他一定能解决问题的时候 就一定能解决 这个有时候大家听得很悬 但是他是千真万全 上个月闭关出来有一位同修 他谈他的体会 给大家共享一下 还是很能说明问题 他是多年的心脏病 高血压病人 他来这次来念佛 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病很高血压 心脏病常常发作 所以身上也是带了救心丸 这样的心脏病 那个腰那个腰 带上了 这时候就念到第四天的时候 心脏病又发作了 这种头晕啊 发灿啊 发灿啊 在这个病常出来 他一出现这个病常的时候 他会本能的去拿着口袋里面的救心丸来吃 就在他摸着那个救心丸的时候 他不能想到 我来这里干嘛的 我来这里就是往生的 现在往生的时间到了 他就不吃药了 不是因为他就带着往生的心 就恳切地念 念了两三个小时 他就好了 什么病症都没有了 而且从此就好了 你看这句佛号 就把他的多年的心脏病治好 所以佛说这是阿切陀药 那真是很多的例子表明 他就是阿切陀药 问题就在于我们性不急 一旦病症来了 哎呀不得了啊 我赶快吃药 现在有些西医的专家也说 吃药实际上解除疾病的 这个钙的比例是很低的 但为什么药会有效果 往往还是心里暗示 觉得我吃的药下去了 我就能好了 于是就实际上不是药产生的作用 是由于他感觉到自己吃的药下去 会好的心理产生的作用 所以有很多病 你不到医院治还好 一治还反而把你治得更严重 甚至把你治死 上次我们门诊部 有个白血病的病人 医生说他只有两天的时间可活了 这个人想想 进了两天活我就求往生吧 就不治了 回来念佛 带着诸念往生念佛的心去念佛 这念佛还念好了 还有一个山东的中医 跟我讲一个例子 说有一个也就是白血病病人 他和中医对白血病的理解 跟西医不一样 中医认为白血病 白血要求身高是正常现象 就是一个机体出现病变的时候 白血病的身高是抵制病症的 等到那个病症下去了 白血病自然就退下来了 就好像中国受到日本侵略军的侵略 日本人侵略中国要抵抗 所以中国的军队数量就上去了 等到把日本部队赶走了 这个军队的人数他就复原了 就回乡了 就下去了 白血球所谓的就是这么一个机制 好 那么西医认为这是白血球身高是病变 他要杀死白血球 是白血球的指标正常 那你好了 就等于你把中国的健康的军队杀灭了 你让日本军就更厉害了 那不是把人治死吗 这种思维方式简直 我一看这两个记者都是胆战心惊的 那么山东这个人也是医院判断他 你有两个月时间 你还是回去该吃什么吃什么 他一想一想是啊 治也治不好 他一生的心愿就想要看一看 祖国的壮丽山河再走 所以他就准备骑自行车看壮丽山河 看完两个月就走 结果等他骑了一圈自行车回来之后 一检查好了 你看看 你看看治病不是把人治死吗 不治还反而还能抹 所以你碰到这情况 你一定要有信心 念这句阿切陀药六字轰鸣 你念佛回向 也让你的十三岁的孩子也要念 尤其他要念 然后再辅助 让他练练书法 天天古月 做点放声 让他上不上学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是他身心健康是主要的 你这样去做就会有效果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 拉摩阿弥陀 祝愿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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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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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生